随着大侦探放出了长鲜办栏目正式宣布节目回归 三大平台的推理宗就要开始竞技了 忙过打响第一枪 鹅厂的蒙探探探案在等着第二季 在此情境下 财大气粗的鹅厂自然也是想跟上潮流的 目前开始推理把这个项目策划已经完善了 计划书上显示将于三月开启录制 预计五月上线 跟陶场算是要正面对打了 这档节目之前名为推理计划11号公寓 改名之后简单易懂很多 主线设置还是不便 成员们入住公寓 在这里查询关于邻居的真相 一起陷入推理的乐趣 在紧张刺激之外 还将社会现象融入其中 成员在解答完之后 一起进行有深度的探讨 与芒果是相类似的 只是在形式上以公寓住户的模样呈现 临近开机 节目的相关阵容也被曝光了出来 首先是双周 周深与周科宇这对师生档 两人结缘于创造迎2021 虽然只短短相处了几个月 但两人的情谊是在的 周周见CP还没播出就先安排上了 除此之外 双语也是一大看点 白宇和刘宇宁 一位是演员 一位是双面发展选手 两人的高智商将组成高能推理组合 作为团队中的大哥哥 两人是栏目的主心骨了 这最后一对在跑男时 就被言说是逼记吵闹之光了 他们就是宋祖儿和郭麒麟 两人在跑男中就是一组 欢脱小朋友的感觉 这六个人既有一高人胆大的 又有比较有节目效果的 常驻团队目前来看 组合互补是相当不错的 首期就请到狠角色 乔家的儿女剧组团建 在《飞行嘉宾》这块 现在入住公寓的有两位 第一位是喜剧界的狠角色沈腾 从大荧幕电影到综艺栏目 她的整活能力是一流 在《麻花特开心》中 属于是一出场就是焦点 在《狼人杀特辑》中 全场只有她玩的比较溜 对于这种观察逻辑游戏 沈腾还是有些实力在身上的 这第二位一出现 首期就是乔家的儿女的团建现场了 她就是灵气演员毛孝彤 在剧中是白羽的妹妹 宋祖儿的姐姐 作为演员 她参加综艺的频率不多 但如果是跟上述两位一起的话 剧中人重居的话题 还是能引起讨论的 那么就期待节目方正式官宣了 一起期待推理宗的春天吧